大家好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说起年夜饭真的是五花八门 在这里我要提前分享一下我家年夜饭必做的压轴菜 好吃好看也好做 最适合那些不经常下厨的朋友们 寓意好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白萝卜我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当时买了好多 一时也没有吃完 正好在网上看到保存萝卜的视频 我就照做了 说是只要把白萝卜上面裹上一层保鲜膜 放入冰箱里就好了 待上几天也没有问题 下面一起来验证一下 里面还是很新鲜的 水分很多 没有康星 方法不错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把萝卜切成薄片 放入大碗里备用 准备一根胡萝卜切成薄片 平时孩子们不爱吃胡萝卜 但用这种方法做出来 上桌孩子就抢着吃 加两克食盐 杀一下萝卜多余的水分 生姜切成薄片 切成丝 再切成末 放入碗中 放入碗中 准备适量的大饭切成末 放入碗中 调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米醋 一勺蚝油 两克食用盐 两克的白糖 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行了 放一旁备用 先将准备好的五花肉去掉猪皮 这样不影响它的口感 再切成小块 然后再剁成肉末 切点葱花 姜末 再放入一起剁碎 这样猪肉吃起来不油腻 还没有腥味 像这样就行了 装入大碗里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调味 一勺盐 两克的白糖提鲜 一勺蚝油 加点老抽 一起充分的搅拌均匀 好了 我们的萝卜已经煎出了很多的水分 倒入适量的清水 清洗一下 然后挤干多余的水分 把胡萝卜摆到盘子里面 摆一圈 白萝卜上面放上调好的肉馅 一头稍微给它捏一下 非常的简单 摆入盘子里面 同样把胡萝卜捏上肉馅 摆到盘子中间 再放入一颗蛋黄 放入蒸汽上 水开以后蒸15分钟 锅里面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加入少许的水淀粉粥芡 把汤汁收浓稠 像这样就行了 关火待用 时间到 已经蒸好了 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取出来 然后浇上烧好的汤汁 撒上葱花 这道好吃又好看的花开富贵就做好了 吃起来味道鲜美 选用萝卜这样做出来非常的解油腻 这道菜也不仅做法简单 而且看上去也很有食欲 就连汤汁也特别的鲜美 每到过年过节我就拿它来做家做菜 全家人都夸你处理好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